中国最近几年在维稳 在全国范围内的维稳出现了很多变化 这个变化最早的出现呢 可能你可以把它归咎为这个新疆 新疆我们看到有很多政策 它是张春贤走了以后开始出现 我们知道这个张春贤是从湖南调刃过去 他接手的是一个相对比较恶性事件之后的新疆 他当时提出来要求每一家最少有一个人工作 那么希望以怀惹的手段来处理少数民族问题 少数民族问题我们也知道中共原来一直是高压政策 那么高压政策到胡耀邦时期两宽一扫 开始有了转变 这个转变呢它相当的麻烦 就是说什么呢 就转变过头了 然后他又想往回收 往回收了以后 无论是西藏还是新疆老是出现民族问题 就恶性事件 那么恶性事件的问题解决不了 张春贤去了以后呢 他用一种怀柔的方式 他在新疆做的做法 其实是在 基本上照搬了 民国初年杨真兴的套路 最后呢 最后西藏还是把它换下来 那么换了一个铁腕的陈全国 陈全国到达新疆就意味着中共最高层 对新疆所有的耐心已经用完了 现在我们看到的新疆其实是一个 正在实行中国古代王朝时代 出现的这个政策 叫什么 叫移民时边 就他发现有问题 他处理不了的时候 他把所有的 他觉得有问题的人关起来 帮你 洗脑 或者说帮你改造 然后呢 他把一些刺头 他解决不了的人 他觉得是硬骨头 是吧 杀你 太麻烦 毕竟国际社会 在现代社会中 是吧 现在不太容易出现种族屠杀 那么他就把你放到内地去 对不对 分化瓦解 那么你空出来的这些土地 这些田园住宅 怎么住你呢 移民啊 对吧 移民时边 其实他还有一个办法 我们现在得到了公开的信息不多 所以没有办法确认他 就他可能会把全国范围内的清醒 他认为 就对社会危害不是很大的 他有可能会送到新疆 那么刑满之后 鼓励他们就地安家落户 甚至有可能把藏刑犯 改造完了 是吧 服刑完了 也拒绝他们离开新疆 都有可能 这不是没有可能的 历史上都出现过 因为他现在做的做法 完全不是现代国家的 对待少数民族的做法 他现在使用的就是中国历朝历代 针对少数民族的这些做法 所以你没有办法去 用常理来理解他 是吧 你用现代政治来解释 中共目前的这些做法 其实都是解释不通的 对吧 那么中共一边在削减的这个财政工长的人数 一边呢 他们在扩大 维稳的这个人群 其实不仅仅在新疆 在全国 他们已经开始了新疆式的严管 加大了对民众的这个盘查 监控的力度 许多人他已经禁止你出境了 你发表过对政府的反对的这些意见 你参与过一些群体性的事件 包括维权事件 哪怕你是一个法律人 是吧 只要你上了他的黑名单 他对你的制裁其实就已经开始 你没有任何能力来抗拒国家的权利 因为他手上掌握着政权 所以他根本不怕你 他没有任何可以担心的地方 他现在在全国范围内 就是这么肆无忌惮的 来管理着中国的老百姓 他认为这个权利 是全体中国人民赋予中国共产党的 经由他们的父辈 把这个权利转移给了他们 他们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 是吧 那你拿什么跟他对抗呢 你说你作为某一个群体 你受到不公的待遇呢 你想反对这个政权 你想揭开他们的话皮 股东老百姓造反 你作为个体 目前 这个可能性不大 全国范围内 他现在维稳的力量 在恶性的膨胀 这个膨胀 他是真金白银的在做 他不仅仅以前的是宣传 现在不是 现在不仅仅是经济上 他加大了维稳的这个津贴 是吧 你原来一些 就他觉得啊 原来有一些维稳的费用 发错 发给你 你没起到这个作用 他把钱收回来 你看不要连到几点了 对不对 给你的钱 还能往回够 这东西没辙 是吧 你遇到现在这帮人 其实你是 没办法跟他讲道理 对吧 那现在呢 现在这帮人 他就高价雇 是不是 你现在新疆雇 新增一个防暴的 这种辅警 他的工资都是八千到一万 他是高兴雇人过去 那你现在没办法 对不对 全国范围内 他还放开了什么呢 他还放开了警察 警察现在遇到突发情况 可以当街开枪 击毙嫌疑人 对他来说 这种放开 比给他钱更有用 警察原来最怕的 就是说什么 在老市区不敢鸣枪 这是第一 第二 鸣枪它的规矩 第一枪必须是警告式的 你就拔了枪出来 犯罪分子 或者说嫌疑人 他可以堵你 不敢开枪 如果说你真开枪了 真开枪了 老市区 他就 终止犯罪了呗 你也没办法打死他 对不对 他没有任何可以怕的 就他拿刀 捅向你的时候 他是没有任何心理负担的 他就捅不着你 你第一枪你要 零枪射警 你有真子弹 你在老市区 你敢开枪 他就把刀一人 对吧 判不了几年 现在不是 现在所有的警察 在执行公务的过程中 依照他自己的判断 包括击毙你以后 他会找出各式各样的理由 安在你的头上 你的罪名是现成的 你放心好了 安心的去死吧 他把你击毙了之后 他绝对能找出 和你的上报的这些条文出来 所以呢 警察现在是有恃无恐 这种松绑 他其实就是给警察系统 贴上了翅膀 不管有什么事 政府在给你撑腰 所以现在的维稳 他跟往年完全不一样 至于地方呢 就更明显了 大家都能真切的感受到 地方已经没有钱 来花钱买平安了 所以不管哪一个地方 从2014年以后 其实就是这样 2014年 当时中央提出来的是 任何一级 是吧 你对你本地区的这个 越级上访 你要负责 就他要追究你的责任 你落出不好的影响来 是吧 他从中央开始 一层一层的往下会追责 就是希望你把这个 事故就在他眼里 任何一个群体性事件 或者恶性的上访 落出纠纷来的 落出国际影响来的 在上级意志 上级的眼里 他都认为是 事故 那么他要追究责任的人 现在呢 现在地方已经没钱 去买平安了 他现在直接抓你 直接判你 完全跟你硬碰硬 他现在就想让你看看 什么叫人民专政 对吧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 可以跟你谈天说地 跟你来柔化 是吧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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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这一套 现在就是你敢上访 我就敢抓 是吧 就我们经常说叫越级上访 越级上访 你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呢 对不对 你现在要控告的这一级 政府的官员 因为你最终还是要上说到 这些人头上 是吧 你随便你怎么找 对总要找到他们头上 你现在控告的是他 完了以后 你不能跳过他 往他的上级去 信访 那你怎么搞 整个这套制度 他就失效了 其实他现在就是嘴上不说 他不说废止了这个 人民来讯 与这个借贷人民来访 因为从中共目前的 这套体制中 这个体系它是存在的 它合法的 他现在给你加上一个 不许越级上访 你就完蛋了 因为你不知道怎么搞的 对不对 本来上访就是一个越级的事件 没有越级 拿你来向上级反应情况呢 对不对 那你现在没办法跟他解释 而且中国现在还出现了 一个很不好的现象 就他现在已经鼓励 各个阶层 开始监控平行 是吧 平行的人群 就是说 同学监控同学 同学 学生监控老师 学生监控学校里面 发生的现象 工厂里面的工人 监控 本厂的一些 思想上的动态 这个情况已经发生了 在全国范围内不是第一次 而且受到了中共实实在在的表彰 甚至我们看到全国各地 已经开始有政府机关 开始给检举 违章的 这些市民 给他们发钱 给他们发奖金 我们以前见过这种时代 是吧 从武则天开始就有 就像你往前倒的话 是吧 你到周朝 你都能找到类似 是吧 棒木 对不对 这有什么呢 但是正常的社会 是不需要这样搞的 这搞到最后 就是一个特务政治 中国在明朝 场位政治 就相当发达 到了现在 更加的繁荣 中国每一个朝代 都没有缺过这个东西 但是现在提倡的呢 大义灭清 是吧 世道尊严 什么东西都没有 中国唯一需要的 就是向党表中心 是吧 在全社会的范围内 他们营造出来一条 就是每一个人 都要无私的反应 反对党的声音 只要是你说 中国共产党不好 中国社会不好 其他人就有可能 会把你的声音 反应上去 有可能还会 添油加醋 是吧 其实我们知道 很多人对这个社会呢 表达自己的愤懒 并不是因为他们嫉妒 或者说他们羡慕 当权的人 有更大的权力实现 自己的人生报复 其实还有很多人 是真心 热爱这个国家 希望我们这个民族 能够有站起来的一天 那么遇到 有问题的时候 愿意把它摊开 说一说 希望大家都能参与 能找到有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来让这个国家 尽可能的就是说 让大家生活得更加愉快 可惜现在中共连改良派的声音 都不愿意再听到了 中国2019年 无论是暴力上的维稳 还是鼓励民间告密 都会走到一个极端 但是中国社会呢 普遍的 对这些 距今并不遥远 这些手段 就文革式的手段 是有反感 所以这种手段 即便我们现在看起来 相当相当令人反感 或者痛苦 但是它绝对不会长久 因为在中国 它不可能完全回到过去了 回到文革的可能性是没有的 即便中共再想 让人们回到这种环境中 目前的国际社会 已经不允许了 上一次为什么能回到文革 是因为有中美 有苏美两大阵营在对抗 蒋介石号称要反攻大陆 反攻大陆 美国人一直拽着他 包括朝鲜男人 他要出兵 美国人都没同意 那么现在呢 现在没有苏联了 是吧 中国只有自己 你想对抗这个世界 你想学德国 挑战整个世界的规则 你既没有后援 而且你面对的对手 从任何一个角度上 都可以碾压力 无论是政治手段 军事手段 经济手段 甚至仅仅从农业出口上 所以我们看到 目前中共搞的这些倒行立施 只能说增加了人民 对他们的仇恨 没有可能延续这个政权 太长的时间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